脚棋单轮 手还不能够闲着 矮的这位叫小夏 高的这位叫小鹿 可不能小看他们 两人目前虽然都还是戏曲学院三年级生 却已经出国比赛 拿到世界小丑比赛冠军的殊荣 然而身怀绝技 但他们可不是余生就佑 而是靠着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练功出来 倒立十分钟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容易 但这可是学生时期每天必练的基本功 五点半开始起床 然后就开始练功 然后那时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一样 每天我们就是倒立像伏力挺身这样推 五百下互相伏 那对伏就像我们刚刚这样伏你这样子 我们这样对伏之后又要再退伏力挺身 然后这样就算了 下腰可能一号就是三十分钟 不止倒立还有劈腿甚至下腰 这些对科班学生来说 练到最后只是家常便饭 然而过程辛苦非外人所能懂 撑不过去也是会多少会有一点流泪 为什么要这么苦啊 好为了印证这练出来的功夫是真材实料 现在我们就坐在小肚的下腰的肚子上 看他会怎么样 何为真丰富现场测试就能见证 两人从十岁练到二十三岁除了靠毅力 还有就是 当下会恨就会讨厌老师 看完老师又不理他 会真的很感谢 因为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我们 我反而会跟老师说 谢谢那时候对我严厉 才有现在的我 正所谓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努力 不能否认还有严师的督促才有近日这番成就 记得张士奎 严静宇 台北报导